我是Deki 我是今天第一次來參加Axon 那我這邊今天想做的事情是 創造一個APP 那讓這個APP可以更貼近普羅大眾 讓他們可以更容易去使用 就是已經有很多人做出來 在這邊做出來的 比如說議會投票指南 或是立委投票指南 那這個是今天的做法 就是我做一個APP 那它只要 使用者打開的時候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它今天只要去選它自己的 比如說它是新北市 像我是新北市 然後中和區 那我就選中和區 那當我在 欸 折住了 好 那比如說今天 左邊我們就會去放一些 有點模糊 就是比如說這邊是議員投票指南 或是立委投票指南 或是未來我們有市長 或是總統的投票指南的時候 那它只要直接點 那我們這邊就是幫它把它的 縣市或是區域 Mapping進去這個網站的網頁 那做這個的目的是希望說讓 就是一般不太懂電腦 他們可能不會一直去Google 去打立委投票指南 然後又很努力去找到自己的選區 然後重複做這樣的事情 那有這個東西的話是希望說 它手上有一個這樣子的APP 那它只要打開 只要兩個步驟 它就可以來到它 至少讓它多關心自己的選區的立委 或是議員 那我們有這樣子記錄它的 比如說它的所在地區跟 所在的區域的話 未來比如說我們這邊 當2018年的選區的資料 已經被更入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個推播給它 讓它知道說 你的選區的資料都已經上去了 那你可以來關心一下 就是你的選區的這些人員 到底是有什麼樣子的經歷 就是知道自己投出去的每票 到底是投給了哪些人 這樣子 這是今天的進度 那未來想要做的是 就是把後面這些 第一個是介面要去做美化 然後還有就是後面推播這些東西 然後使用者註冊這些東西 也會就是加上去這樣子 嗯 我的部分 謝謝 來塞紅包 謝謝 我們今天早上討論一下 謝謝 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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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斷 阿斷阿斷 欸 換你了 好